板橋區公所這邊 從早上8點左右 民眾陸續湧入 要申請1萬元的紓困補助金 公所考量怕天氣熱 又必須納入防疫安全距離 特別在戶外擺起帳篷 方便填寫4張A4紙的申請資料 公所內還是一堆人 排隊忙著影印身份證 存款儲金不等文件 65歲的阿姨 昨天就來公所申請 說是65歲以上的長者 不符合資格 但生活確實有困難 1萬元多少都是幫助 說什麼也得再跑一次公所 申請程序不是填寫資料而已 必須付上身份證 同住家人相關存款等文件 民眾還是認為 準備一個人的沒問題 但一家人的資料都得背上 程序上確實還是個麻煩 存者部分的話比較困難 身份證跟護口名部比較簡單 因為存者還要全部 還要收集因為不只一間銀行會比較困難 民眾認為申請手續太過繁雜 也因為行政院公布補助方案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板橋區長林耀昌說當然要為大家做好服務 但基層公務人員其實也很為難 可以查掉我們當然也可以來檢證辯明 但是到今天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並沒有辦法查掉這樣的一個資料 那又立即發布了一個說 他們希望做三天審核五天就發放 所以如果依照這樣的一個狀況 三天審核五天 那我們現在又查掉不到這個資料 政府都說要苦民所苦 補助方案還是得要計畫 以免苦了民眾 也讓基層公務人員被黑鍋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